我們希望公民黨那些大哥大姐自己回去讀讀 怎樣改回他 不過沒所謂的 如果你認為他個個都懂得解 問題是為何要強勁給你計完就改 沒所謂 不過我都一定要講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曾建成那個gag我又要講 這個越爛到仆街 然後還有一個爛過他的 他講的是公民黨 幸好還有公民黨 這個人有些反應快 這個阿牛 可能他等了很多年 等了很多年 這個機會 我和阿牛去台灣 差不多十年 超過十年 過往都是這樣的 他每次去到很勇敢地問問題 但是十幾年來 那些這樣的國語 是完全沒有改正 所以我們都應該開個普通話班 否則每次都這麼幸運 不是好在 是好在 是好在 不過我們講習慣了好在 好在什麼好在 這個是講習慣了 但是講習慣了都不要緊的 你寫出來就要寫一個政治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你說 它都是書寫語 那個詞語都是書寫語 就是書寫語 就是都是 它不是說 就是我們說 口頭語 書寫語 有些口頭語跟書寫語 他們是通的 有些就是 港大寫不到的 所以大家就是 多一點去研究一下 一些語言文字 其實很有趣 這些就是中國文化 我告訴你 不一定是 不要經常自己 戰視自己的中國文化 那些經常認自己是中國人 那些不懂我講這些 那它判定 你是否中國人 就是你知不支持奧運 知不支持鎮壓西藏 不是 你懂不懂中文 大哥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你是不是中國人 不是看你 你知不支持奧運 不是 就是看你知不懂中文 這個很值得我們大家去想 當然 就是那幾位大狀 他是用英文思考的 我們不怪他 是吧 不過就是 錯字不要緊 是吧 你改 但是呢 你寫這一句話 那個背後的意識形態 那個心態 這件事是很有問題的 你覺得他會不會 就是 將我真實的背後的理由 向公眾講的 他不需要講的 叫你自己猜 他以為大家都受 不是 其實呢 長毛是高度評價 你句話 長毛認為正 認為他是堆倒民主黨 他可以給到選民一個很清晰 喂 幸好還有我們 現在民主還沒有掛塞的 民主派快要掛塞 他都可以這樣的意思 還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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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解釋 除了他還有我們 你明白嗎 除了他們 還有我們 他可以這樣的 你明白嗎 他可以 其實要解釋成 多一個勢力 多一股力量 他會這樣解釋 但是他不是這樣心想 不是這樣想 大哥 你不選他不要緊 還有我 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事實上 公民黨的氣勢 是有機會改過這個民主黨的 不是為什麼 大哥 我們民主黨的阿伯 他會說一句 搞到人家周身痕 對不對 這個人老實說 他是一個很正直 沒有什麼基心 真君子 沒有什麼基心 但是有時在政治上 你這樣公開說這些東西 你就是令到那些兄弟 你真的 真的很頭痕 你明白嗎 這個是一個政治語言 他是有問題的 他有時說這些東西 就是有盯著你的 你明白嗎 然後大家就要幫他拆炸彈 就是他想的 是沒有什麼計謀者 沒有 完全沒有 他想到什麼 真的好像純法律觀點 去說話 是吧 就是一個在九龍 一個在香港 有些做得好一點 做得好一點 那個就是領導 哇 那大哥 別人去解讀你說的那些話 是沒有命的 大哥 他在說什麼 就是他做得好過我們 是吧 所以有些人說 李柱銘是李登輝 民主黨的李登輝 李登輝造就民進黨 那李柱銘 大家都姓李 李柱銘是造就這個公民黨 沒有李柱銘的 沒有公民黨 是吧 你最慘的民主黨 是沒有小馬哥 那就慘了 有李登輝 我那時候叫鄭家庫小富哥 我說小富哥 就是台灣國民黨有個小馬哥 香港民主黨有個小富哥 看你行不行 我說 我剛才好像說了話 是啊 不是很像 你說完我就醒了 剛才叫我去旁邊說我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節目越來越多人聽 我們就是 我和長江自首 好 我也要 我贊悔 我申明我立場 我不鼓勵人 我沒有叫你鼓勵我 我是粗口而出 大哥我按不到自己 你明白嗎 興奮了 是嗎 這些可能是廣東的 企例議員的一部分 其實沒有什麼discipline 因為這個台是任我們不好 最壞是這樣的 譬如你大氣電波那些台 我沒有試過過 一次都沒有試過 有一次曾智慧來我節目 就講粗口 然後他脫一句出來 黃瞻也試過 我也沒有試過 那個直播 董哥也試過爆粗的直播 你明白嗎 被人罰錢而已 我真的沒有試過 我做這麼多年電視電台 沒有試過直播節目 從來沒有試過 但是做這個台 警覺性低了 你明白嗎 興奮一點 警覺性低了 還有他人興奮 所以你 不不不我解釋一下 我權威性低了 我權威性低了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這句說話 即是吉我的 我虛心接受 即是我從感恩出發 從謙卑做起 OK 即是馬英九 是吧 從感恩出發 從感恩出發 從謙卑做起 我以後要聽阿翔哥的話 是吧 盡量少用粗俗議員說得 對 即是 不是粗口真的不要說 粗口就不要說了 即是剛才真是不好意思 有時候不小心 不過就是 唉 有時候真的除了說粗口 都不知道怎麼說 你都不知道怎麼說 表達自己的意思 不過都是一個字 因為現在很多人 見身我 就說有聽網絡 因為他家裡 那些小孩子聽到就不好 雖然我們網上片台 就沒有規範 OK 但是也不好 講粗口也不是 當然有些人對講粗口的人 很鄙視 是吧 認為是很粗魯 例如長毛 牛 我們這班全都粗口難舌 但是 在這些 雖然不是公器 也不是私人工具 所以還是不要說了 阿翔哥 我講完立刻辭受 立刻認錯 這個要謙卑 所以以後不敢 講少一點 不就是不講 現在其實 都要講一下選舉形勢 阿哥 你怎麼看現在幾個區 民主派 早前有些傳媒訪問我 我就說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 民主派的互相撕殺的情況 是歷來最嚴重的 因為多了公民黨 多了公民黨 多了公民黨 我又不可以像哪一個組織的 因為你看回自從91年有直選 當初就是商議席雙票 單議席單票 就是那個選舉制度 就是必然令到這個施殺情況出現 如果單議席單票就簡單了 最多票那些就可以贏 那個必然是導致到一黨獨大的 你這個比例代表制 特別是新加西 有八個議席的話 那就會七個這麼亂 到時就各自為政 自己本身每一個團體也好 人事也好 到時就大家去搶票 沒有什麼協調的 現在真的 沒有什麼協調的 那你現在怎麼協調呢 你這麼多個區 五個區 還有你民主黨 還要出兩張名單 三張名單 那你真的分了這些票 那這個是他的權利來的 到時選民自己去自動 會不會自動配票 配票的情況 會不會導致到 拿到最多的議席 你現在最擔心的 到時分票不均 隨時是 打算搶多個議席 誰知道會更少了個 譬如新加西 我也很擔心 隨時只剩下四席 新加西當然有八席 有些朋友可能未知的情況 香港那個 新加西現在是五對三 泛民主派有五席 建制派有三席 地區直選 香港就分了五個區 講到一個九零東西 個別一個 新加東西個別一個 最少的議席區就是九龍東 有四個議席 最多就是新加西有八個議席 新加西04年的選票結果 民主派就拿了五席 保皇黨就拿了三席 上一次的選票 至於新加西 民主派都拿了二十六七萬票 保皇黨就十五六萬票左右 比例就得票 最後是五對三 但是你見到上次區議會選舉 保皇黨很厲害 哇真是 狂風素落葉 殺到民主派血流成河 他們起碼增長了 好 起碼